這個到底是影片的寬度還是高度 那你可以看這邊 各位呢你進來之後 一樣在右手邊這裡有個叫進度 你們比較大顆沒有上面這個而已 你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我已經有開放統計了 按一下 這個兩個勾只代表有交卷 不代表答對 那你要看結果 上面這裡可以按一下 好很顯然 哎呦三分天下 怎麼會這樣呢 我第一次遇到有這麼厲害的同學 都分配得這麼好 你們都認識嗎 怎麼會這樣呢 你看 馬上就開個笨石回家了 有沒有 到底答案是哪一個 我不可能這麼奸詐對不對 所以這個一定不對 寬度或高度 答案只有中間這個答對啦 這樣了解嗎 他是高度喔 好不好 這個要讓大家了解一下為什麼 因為呢 你要做影片一定要先了解 請問你有沒有看過比720還更高的 有當然有當然有 所以你如果到YouTube上去找 最高你找8K 8K 其實你會看到有沒有這麼多 點進去 繼續播沒關係 有沒有 上來到這裡 嚇死人嘛 目前最高 YouTube上我找到就是8K而已啦 好8K 那到底這個代表的是什麼 而且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只要超過720以上都後面有個紅色的HD 代表高畫質嘛 那麼你往下走 我給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大部分大家從這裡開始 這是320 320乘以240 就是一般我們的VCD的品質 我們VCD大概是352乘以240 好 那再來 360就640乘以360 一般各位在網站上面啊 比較部落格文章上 或者那個有看到人家分享的大小 當然還有比這個小一點的 也有比這個小一點的 再來 這個就是大家 這個年代比較有接觸過的DVD 720、480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DVD、VCD來的品質高嗎 再來網上 這個 就是1280乘720 好 然後這個就是1920乘以1080 你不覺得這個數字看起來都很熟悉 因為你們在設定所謂的螢幕解析度的時候都有啊 對吧 一般現在家裡面 或者各位的電腦 絕大多數 大部分都到這個品質 比較多 那在這個網上呢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 2K、4K、8K 可能就需要40吋啊 60吋啊 真的80吋、100吋 你才有電視 比較有機會用到 那相對的 我們一般在做影片 比如說你現在放在這個網路上的 還是一般給一般教學用的 比如說各位 各位是TA嘛對不對 蛤 你們不是TA 教學助理啊 TA不是教學助理 不是 好 自己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至少一般會做到Fu2HD 跟1280 也就是這兩個尺寸 那這兩個尺寸在我們什麼 電腦裡面要來做什麼 要做那個 要做所謂的那個 教學的部分也好 或是給一般User看也比較OK 就是不會再做比較小的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有了 大學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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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